作词 李宗盛 小人皆万事难逃两相忘 还要深陷绝绿两双双 相思长相思一人长 悲欢也只剩苏林伤 那相悔心中起舞月明珠 最后千筹只恨然无常 情若在孤子海去不来 独无存在 一世柔情换谁寂寞里长 你若还痛又还难失怀 多情的无爱 我去落花一朵花成爱 我去落花一朵花 生与子 长与子 最后 亡与子 姐姐 你胡说什么呢 你现在没有事的你知道吗 只是两股真气在作怪 活了这么久 我一直以为 你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你脑子灵光 我并不担心你 我并不担心你 只是没想到 这真的要走了 心里面最牵挂的 竟然是许仙 你怎么现在才知道啊 你说你是不是笨 是 我自虚聪明 不为红尘所困 但是我却未曾想到 实际上 一直困住我的 正是那所谓的沉原 我为了沉原 为了飞升成仙 却因为这个 伤害了许仙 原若一说得对 感动 和感情 根本就是两回事吗 我对许仙 明明有情 我却不承认 原若一 他前世 爱得刻骨铭心 所以今生 才寻找前世 可是我呢 我根本就不记得 宋言诗诗诗 我却为了宋言 也有人再再而三的伤害实现 太不公平了 你现在知道也不迟啊 我现在就带你吃件事先好不好 你跟他说清楚就行了 他那么爱你 只要你跟他说两句 你们两个就能好好地在一起 就和总监一样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小琴 许仙这个人 为人莫能 又耿直 我都不知道 以后要是身边没有人照顾他 他会活成什么样子 小琴 小琴 如果我有什么事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把我照顾他 姐姐 你在胡说什么呢 许仙是你的相公 又不是我的相公 我凭什么照顾他呀 他是死是活 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你要想照顾他 你自己赶快好起来 你好起来 小琴 小琴 姐姐 小琴 小琴 姐姐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还不信我 我答应你 你照顾许仙到了 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 你赶快好起来好吗 小琴 我只怕 我只怕是好不起来 现在活着 也不过平白受惩 但是 我想见他最后一面 你 我现在跟你去见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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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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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柔 柔柔 你别 别走啊 柔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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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 为什么这么粗啊 柔柔 柔柔 我以后会保护好你 围绕你一瓶耐热的 天真 天真你 怎么这么赖的酒吧 到什么时候来 还能喝成这个样子 火星也好 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你们是何人 你们是何人 来人了 有刺客 闭嘴 女贼 负仙锁 姐姐你快走 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去 你有病啊你帮我干嘛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这个女贼走 你有病史诗 你放开我 走 放开 走 小青 小青 姐姐 你放心 那法器虽然厉害 但她不过是个烦人 我们有什么事啊 再说了 她是许仙的好兄弟 等许仙醒了 她不还得放了我 可是 姐姐啊 你放心就是了 快走吧 你身体要紧 你们去那边看看 有没有白衣刺客 是 汤圆 汤圆 汤圆了 汤圆 汤圆 要汤圆吗 汤圆 这位姑娘 你是不是要死了 既然快死了 那太好了 你不如把钱都给我吧 你看你啊 穿得这么华贵 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给别人积点福吧 诶 subject to prayer 说 发动 噏 发动 发动 为量 发动 发动 白苏珍 你一定要找到你的陈元 否则 不仅无法生成仙 连妖怪也做不成 只有这一世的寿命 我真的太傻了 既然明明知道 陈元的事情 是无法解决的 自己又活不了多久了 为什么不好好地 跟许仙在一起呢 至少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我是最快乐的 你 你怎么还不死啊你 我说话不好听啊 不过 我家里边 还有个老婆子 等着我去养呢 真好 你们还可以白头到老 这对簪子 送给你娘子吧 多花上仙 白苏珍 我不能白白 成你这簪子的情啊 你干嘛把我放了 你过来 过来 我跟你讲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赶紧把我给放了 扫门挺大的啊 疼 我 对于我 我也不想说 我 我不能抓罢了 我 我不能捅 好心 那个白衣女子 她是我姐姐 更是许仙的娘子 听明白了吗 你这女贼 真是满口谎言 许仙和她娘子 她娘子 怎么会深夜来这 你拿我当三岁小孩 三岁 你就一岁的真是 你 不是 我不管怎么说 你是不是都提不明白 我求求你行吗 我求求你放了我好不好 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求我了 求我也不好使 明儿一早 我就带你送官 不行 你回来 你回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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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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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不要走 别走 别走 多谢东华上仙出手相助 不仅调和了我体内的两股真气 还让我法力大增 素贞感激不尽 除非有一天你真正能够大彻大悟 不然有些事情 仍需提防 什么事情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啊 素贞愚钝 还请上仙明示 不用着急 你自己啊 慢慢悟吧 上仙 有一事 我想知道 您多次出手帮我 是为什么呢 不必多问 不必多言 这素食渊源 终有一日 谜题自会解开 谜题自信 啊 哎呀 你可算醒了 头晕死我了 别晕了 我跟你说啊 昨天晚上来了两个女贼 趁咱俩喝醉了 闯了进来 女贼 还好会有负线索 抓住了其中一个 不过另外一个穿白衣服的 让他给跑了 白衣服的跑了 你抓回来便是 你身手那么好 说得那么容易 白 白衣服的跑了 那莫不是 被你抓回来的 是一个穿着青绿色衣服的姑娘 你怎么知道 你睡得跟死猪一样 你才是死猪呢 我问你 那个穿青绿色衣服的姑娘 是不是梳着一个长长的辫子 然后牙签嘴里得不饶人 长什么样我没注意 我昨晚上也醉了 直接把她绑去柴房了 那黑灯下火的 谁又闲闲看她长什么样 不过林牙俐齿还真是 她一直骂我 还说什么 她的姐姐 是你的娘子 她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林家文啊林家文 你快把人放了吧 那是我娘子的妹妹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快放人啊 快点 是真的 对啊 去呀 来人呢 把柴房的女子带上来 是 这好端端的 怎么会叫他们女贼呢 他们昨晚是干了什么坏事吗 那倒没有 我也喝醉了 看那两个陌生人 自然十分警惕了 你呀你呀 你个酒懵子 我 小青 姐夫 真的是你啊 我 你愣着干嘛 解开啊 干嘛 不用 哎呀 你 你看我干嘛呀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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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是不是在哪见我呀 你 你故意 你是不是故意 跟我套近活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 你就说是我大爷也没有用 你知道吗 不 我不是那意思 昨天晚上确实是 哎呦 对不住 对不住 行了 行了 那跟你废话 姐夫啊 那个姐姐在家等你呢 你快回去吧 他 他 在家 等我 对啊 昨天晚上我和我姐姐特意来找你 姐姐就想跟你说说话 没想到你醉得厉害 还有一个不长眼的 非得说我和我姐姐是刺客 现在也不知道姐姐到底怎么样了 那 他为什么会回来呢 他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昨天晚上还心心念念想着人家 他来找你了 这 你还犹豫上了 姐夫 你快跟我回去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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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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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夫妻谈心你干嘛去啊 我想跟嫂子打声招呼 你要想打招呼的话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现在赶紧给我走吧 天真 相公 天真 相公 姐姐 那个姐姐 我把姐夫给你送回来了 我先出去了 晨晨 你回来了 你真的回来了 瞧你这话说的 难不成还是假的呀 是真的 碰得到的 正真 你怎么回来了 那你不想让我回来啊 不 想 只是 我心里实在是太高兴了 我还以为 你走了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你听我说 那日在袁府 我说的都是气话 我根本就不喜欢袁小姐 也更不可能会去娶她 毕竟 袁小姐 也是袁丞相的女儿 娶了她以后 你就可以平铺青云了 你为什么不娶她 是袁丞相的女儿又如何 能平铺青云又如何 就算 她是天上的仙女 娶到她 就能白日飞生 我也不会娶 因为在我心中眼中 就只有你一个人 那你现在 还希望我娶她吗 不要 我那天 说的是气话 真的 是我不好 一心想着 寻找什么沉远 根本就没有明白 自己的心意 你笑什么呀 没没 没什么 只是我心里 实在是欢喜得很 那我们两个人 就好好地在一起 好不好 这是真的 这不是梦 说你是个呆子 你还真的是个呆子 晨晨 别看了 许仙怎么还活着 我试过了 她身边有个小青户着 我根本接近不了她 你可以想办法呀 你可以调我离山哪 你为什么不 要杀你自己杀 我可不去 你不去杀 我去杀了那个烦人 我去杀了那个烦人 宋夜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杀了那个烦人 你还没有恢复 这样出去必死无疑 宋夜 我要去杀了这个烦人 我要去杀了这个烦人 宋夜 宋夜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先想办法找到法海 罚海 对 你再帮我做件事吧 好吧 好吧 我去杀了 你终于你 我去杀了 你 我去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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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甚是担忧 今天袁大人安然无恙 我心甚畏 魏大人忙于朝政 还记过我 真叫我感动 我跟袁大人 同朝为官多年 将来我们还可能成为庆人了 魏大人说笑了 小女脾气太大 一贯骄纵 哪里能入魏大人的眼 袁小姐在袁大人口中这么差 那为何我听说 你要把她送到东宫呢 这个 也就是太后心善 不过若一陪同去了几趟寺庙 她十分宠爱若一 恰逢太子选妃 太后非要让若一也去 我就喜欢她脾气大 稳定 没有规矩 你听不出来 袁大人是在跟我们说笑吗 袁大人 若一脾气大 文斌受着就是 这不刚好吗 若一呢 我都好久没见她了 让我见见她吧 徐冠江 清明老爷 魏太师 魏公子 我们家小姐身体不适 不宜见寇 若一怎么了 她哪儿病了 让我见见她呀 这不太方便吧 有什么不方便的 她不早晚都要嫁给我吗 来 老爷 休点火焰 爹 我只是见见又不干嘛 这魏公子 也是太关心小女了 不过 她这几日 确实有些不舒服 反正过几日 我们就会离安 还是有机会的 哎 结果是吗 我都好久没见她了 来 娘子 慢点 哎哟 许大夫 嘿嘿嘿 东家 哎呀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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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家 东家 您总算是回来了 吴掌柜 您不在的这些日子 大家伙儿 可都计划着您呢 是啊 那 相公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呀 许大夫说 您回娘家了 对 我娘家有些事情 就回去了几天 事情办完我就回来了 这几日 辛苦大家了 不行不行 辛苦 辛苦的是许大夫 就是就是 东家 您不在的这段时间 许大夫啊 可是每天都魂不守舍的呢 是啊 有时候好端端的 还是会叹气 我们都不敢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了好了 你们别打趣我了 快去忙吧 干活儿去吧 好 干活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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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我们走吧 相公 嗯 看来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也没有好好干活儿 哎呀 娘子 别听他们乱说 听 来 娘子 你先坐 别客气 wood' 哪儿 我 fly idé Fac 上次受伤之后 他已经无法用男子原养和纯养之人重塑肉身了 也就只剩找到合适肉身合体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可拿肉身正是用佛光伤了 太阳城集团7016.cc 线上娱乐官方直营玩家首选 性感和观在线发牌 超多选择欢乐无限 老虎鸡百家乐 炸金花 斗地主 牛牛 鱼玉 捕鱼 海票 随时随地不间断娱乐 天天领888元红包 快速提款 轻轻松松月入百万 松叶的法海和尚 我去找过法海了 他坚决不同意 还望老祖指点 松叶如何能与他合体 需要一个引子 什么引子 洛家山莲池中的莲叶 洛家山莲池的莲叶 这 这观世音菩萨 那如何能给 那 就要看机缘了 徐管家 老爷 您吩咐 你快去将徐仙请回来 老爷 那徐仙当初本就不愿意来 这一走再请回来 怕是十分困难啊 你想办法呀 我 那 实在不行 把他绑来啊 父亲 若亦 你有办法 不愿意 让 大 大胆妖孽 竟然还敢来金山寺 你 你是法海的师弟吧 妖孽 需要逃近我 看我收了你 这位小师傅 我没有恶意 我是来找法海师傅 有事相伤的 你找他有什么事要商量 我师兄就是因为 你们这些妖魔 才心虚紊乱 如今还受了那么大的罪 被关在后山没有自由 看招 你这小和尚 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啊 我这次来是救你师兄 脱离苦海的 妖怪 你只能推他入火坑 怎么可能救他脱离苦海 你让我见他 我自然就能救他 想见他 你做梦 算你跑得快 娘子 今日真是辛苦你了 我只是帮了点忙 有什么辛苦的 袁小姐 许大夫 许夫人 袁小姐 你这是又要带我去袁府吗 袁小姐 我已经说了 这袁大人的身体已无大碍了 我没有必要再留在袁府了 况且袁小姐 我真的不会什么法术 你不要再为难我了 娘子 你别误会啊 我跟这袁小姐 真的没有什么 放心吧 袁小姐已经跟我解释过了 徐大夫 我们俩的事 白姑娘都知道了 她不会误会你的 但是你这次离开 父亲真的很生气 所以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这 袁大人一直要将我留在袁府 到底所为何事啊 其实 她是想带你回京城 给一个皇妃看病 这 白姑娘 这次来是来找你的 找我娘子 那 有什么事啊 这样吧 我们进去再说 好 走吧 项目 哦 请进 那边坐吧 袁小姐 今天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白姑娘 这一回 我看到了我的前世 你看到什么了 我的前世 就是一个普通的棒精 我的恋人 是棒精黑山将军 那 你现在 看到这些以后 你想干嘛 我就想知道 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想告诉她 我已经长大了 不会给她添麻烦了 我想和她一起 回到黑山 我想问她还记不记得 我最喜欢喊她黑山老妖 原来黑山这个名字 是这么来的 白姑娘 你跟她认识对不对 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她 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跟黑山确实是认识 但是 也许久未见了 而且 都过去那么久了 再深的爱恨情仇 我想 也应该烟消云散了 不行 我一定要见她 原小姐 你没有发现 你现在越陷越深了吗 一开始你来找我 只是跟我说 想看一下自己的前世 现在你知道了 你就想去见她 那见到了吗 难道 你要跟她长相厮守吗 人妖疏 这是不可能的 不会的 我知道人妖不能相恋 但是 求求你了 白姑娘 你再帮我一次吧 之前 去帮你求孟婆累 已经是一个错误了 我不能一错再错 可是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还是放眼当下吧 老祖真这么说 没有别的了 没有 老祖说的这两点 想做到都不一样 我方才去了一趟金山寺 但是 法海被关起来了 我没有见到他 而且 我还差点被一个僧人打伤 僧人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你与他合体的事情 这件事情 你不用再管了 怎样劝说法海 等着我来想法子 只不过 是落家山的连夜 你打算怎么劝说法海 三次 作词 请不吝点赞 订 co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